要平安 我要就是要大地健康 所以不只是我平安 我要人人都平安 要人人都平安 一定要大地能无伤 所以无伤大地一定要环保 所以这都是爱的寻法 都是菩萨悲至相应 用双手能输出来无限量的妙法 所以这种妙法重新启动 重新启动 心里一起动花心力愿 就要开始双手推动 双脚行动 这都是爱的循环 无私的大爱 看到了我们的环保菩萨 的确要赞叹的 实在是无法好共 已经让我无法形容 大家都是身体力行 在美国的慈祭菩萨 他也是同样 运用慈悲 不忍众生受苦难 走入了海地 触目这是会许 触目所看到的都是垃圾堆 海地人还没有灾难之前 他们本来都卫生环境都不重视的 平常都是这样 水手丢垃圾 何况在灾难后 他们动不动都会有水灾吗 我们已经看到了水灾的原因在哪里 那就是正条排水锅 就把它当成垃圾坑 整个本书都会贴到顶着 你想一下雨呢 不烟水也怪啊 所以慈祭人赶快 及时环保教育 让他们知道垃圾要如何分裂 这一些垃圾回收了以后呢 都是宝 那就把茅坛展现出来 给他们看 让大家很惊讶 让大家都知道要如何来做 想这都是菩萨 那无法不同啊 那无泪不教 所以哦 什么款的礼仪就用什么款 给他告诱啊 的确呢 真的很令人感动啊 在台湾的环保菩萨道场 是这样做 看道然那样的 很无奈的苦难的国度里 长期的穷又呢 天灾不断 那样受苦难的人群中啊 慈祭人如何去付出 所以慈祭人就是菩萨 菩萨呢 在弘扬佛法 无处不到场 到处呢 他都可以呢 作为道场 真是感恩啊 台湾 在环保 经过了二十年 有成那 假如没有这一群 环保菩萨呢 我们如何去拯救地球啊 总而言之呢 环保观念呢 现在是多么重要啊 我一直在说 很多的人啊 都是有意缺酒 老实说 我也是有意缺酒啊 大家所缺的酒呢 那就是意念啊 我缺的酒呢 是人间菩萨要招生 一个要产生十个 或者是二百个千个 所以啊 我也是很贪心啊 我也期待呢 人间都是菩萨 总而言之 人间都是菩萨啦 以后呢 那就是地球得救啦 所以我们一定呢 要快快的 环保菩萨人间 菩萨都要好好的招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